大学生阿丽、华明,前年在交友软体认识年仅13岁的少女小梅、华明,带她回她的租住处,两度发生性关系,经少女的爸爸发现后提告,双方调解成立,由她赔偿被害人加数26万元,法官认为她有悔意,并要继续完成大学学业,遂从轻判刑,以防害性自主罪将她探一年10月,缓刑三年。 缓刑期间赴保护管束,判决书指出阿丽于前年3月间,透过交友软体Btalk认识就读国一的小梅,明知她未满14岁,竟分别于前年12月中旬,去年元月中旬,带她至她的租住处,经她同意后,两人发生性关系,经她告诉家人后,由爸爸提起告诉,阿丽犯后坦诚犯刑, 且与被害人家属调解成立,赔偿26万元,并经被害人表示愿意给她自新的机会,请求从心量刑,且同意给予她缓刑之机会。 何一庭查出,阿丽犯案10年仅21岁,正属血气防纲,经历旺盛之灵,又在不违反被害少女意愿下所为的性行为,因意识失虑而犯法。 而她与被害人家属调解成立,并希望能够完成学业,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,堪于敏述。 因此,依刑法规定,卓良减轻其行,大学生在交友软体认识13岁少女,带她回族住处。 两度发生性关系,双方调解成立,由她赔偿被害人家属26万元。 法官依防害性自主罪将她判一年10月,缓刑三年,缓刑期间赴保护管束。 记者白喜坑摄影分享。